今天是1月4日,歡迎收看《多倫多》《明報》530 一個中國智慧博士生申請學生簽證給他 理由是他的學習計劃屬於非傳統間諜活動 多倫多是一個華人護主,穿著內褲,手執雙刀,擊退偷車賊 多倫多是兩個男人,使用數以萬個美國人被盜的身份 投交超過1,700份疫情失業救濟金 企圖騙取美國政府2,500萬美金,結果被捕 鑑街甲斯丁附近的社區,根據屋主提供的監控視頻 這件案發生在1月2日凌晨4時多 當時,兩個蒙面黑衣賊在他家門外出現 屋主說,在dryway上停了我的寶馬,我看不到劫匪是甚麼人 他們開車直接停在我家門口,接著抱著大石頭下車 毫不由意走到我家門口,又用石頭打爛我門 當時,他和他太太陪著小孩剛剛睡得很倒楣 突然間連續聽到幾聲巨響,他知道大事不妙 於是他安頓好小孩後,就立即出房門口 他在2樓向樓下一望,看到整地都是玻璃碎 兩個男人戴著口罩和帽子,把門口鞋櫃的櫃桶拿出來,反轉了 除房的櫃桶也被他們找到亂七八糟 當時,劫匪找到屋主停在車房裡的車的車匙 但賊佬不是要這輛車,他們把車匙丟在地上 他們真的想要的,好像停在車道上的寶馬X7 兩個賊佬找不到寶馬車的車匙 反而見到屋主在他的房間裡走出來 於是便大聲嚇著屋主叫他,你站定不下來 屋主就說,那個賊佬大聲跟我說 譚阿迪,你夠膽你試試走下來 你老娘站在那裡,別動,你的車匙在哪 屋主聽到真的生氣,於是便馬上衝到樓下 走入廚房,拿了兩把刀 賊佬這個時候見細色不對,掉頭就走 屋外面,祖英有另一個賊佬開著車接應 兩個賊佬趕快上車就走去 為何會知道屋主當時只穿著底褲呢 這是監控視頻拍到的 屋主推斷,這次劫匪可能早已看上了他的屋 看樣應該不是隨機作案的 在這裏再提示一下,警方是從來不主張 在這類案件裏面,事主和匪徒對抗 因為危險性是會非常之大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有樣學樣 聖誕新年想送優質養生產品 那就要去港利行,他們不只有優惠 花其心仲是百分百安省種植 自補養顏的燕窩棧,豐富膠原蛋白的海參 還有花膠、冰酒,各款海味 產品都有精美禮盒包裝 可以到第一廣場或萬禁廣場門店選購家 港利行連續12年成為加拿大安省花其心指定經銷商 現在在網站訂購,送貨到全加拿大及全中國 養生健康,受選港利行 中國將打劫封設為寧願購的事件又發生 今次的案發地點距離大多人多地區是遠一點 但手法與之前在賓頓市商場 多人多市York Delmore發生的劫案非常相似 昨天下午6時半,四個匪徒走進Kitchener附近的Stratford Mall 一間叫Paris Jewelers的珠寶店打劫 整個過程不足一分鐘 並且被閉路電視拍下來 當地警方便將其中九秒鐘的過程公開 警方表示四個全身黑衣戴著黑手套、黑口罩的匪徒 走進商場後便直接到珠寶店 在九秒鐘的片段裡 見到其中兩名歹徒打爛店中間的飾軌 而另外兩個人便破壞商店後面的飾軌 並且不斷將珠寶手飾塞進袋裡 整個犯案過程不足一分鐘 匪徒就搶去價值超過10萬元的珠寶壽息 事發的時候店裡有兩個職員 但他們都沒有受傷 四個人手掠一輪之後 就乘坐一部相信是Chrysler300的四門房車離去 這宗劫案是最近幾個星期 在南安省發生的一連串同類事件的最小一種 而目前就不清楚這些事件是否有關聯 我是瓦佳淨水Michael Chiu 疫情都未過 現在又說輻射水飄來 不過又不用太擔心 大家好像平時一樣 喝多點水 喝乾淨水 當然是喝我們瓦佳淨水 一個中國自費留學博士生 在獲得滑鐵路大學機械和電機工程系收錄後 被加拿大移民部以間諜活動為理由 拒絕了他的學生簽證申請 簽證官指出 中國政府可能針對或脅迫他提供有損加拿大利益的信息 申請人不服 日品聯邦最高法院要求司法覆核 聯邦法院首席大法官克蘭普頓說 簽證官的決定是合理的 即使沒有證據顯示 按眾當事人曾經參與間諜活動 或者接受過間諜訓練 又或者他的研究是有軍事用途 但他的學習計劃是符合了非傳統間諜活動的定義 事件中的中國留學生姓名譯音是李洛康 他申請在滑鐵路大學一個頂尖研究原子到底下去學習 研究的重點是微流體學 涉及微量流體納米科學的分支 並將學到的知識帶回中國 以改善當地的公共衛生系統 李洛康說 有關他可能被脅迫從事間諜活動的說法純屬猜測 但法官說 當中有以下客觀理由的存在 包括李洛康在北京大學完成的本科學習 並且與中國國防工業有密切關係 他的研究領域是微流體 是有助於中國生物製藥行業 他報道 中國政府現在瞄準了科學家和學生 以達到他們轉移敏銀的商業和軍事信息 而他批簽證的部分理由 是基於有關中國做法的可靠報告 其中一份報告是來自美國政府機構的 這份報告指出 中國政府高度倚重於科學和技術學生 來推動中國共產黨的目標 並且讓軍事部門和商業部門得益 今次法官的決定 被視為擴大了間諜活動的定義 會對外國研究人員產生深遠的影響 總理杜魯多似乎不宜放假的時候 離開加拿大去度假 因為他每次出國度假都會惹到麻煩 目前他和分居的妻子和子女 在牙賣家度假 出門之前 他說今次是自己埋單 不用用公家錢 而總理辦公室昨天澄清 總理和家人在牙賣家度假是沒有用到錢的 因為度假的地點是家人的朋友所擁有的 總理辦公室昨天發表聲明稱 在旅行前 總理就已經就這些細節 諮詢了聯邦操手專員 以確保沒有違規 總理一家人啟程前往牙賣家之前 總理辦公室和操手專員進行了猜商 總理一家人將承擔費用 並向公眾報銷勝坐政府飛機的開銷 總理辦公室說 總理將繼續為他和家人的個人旅行報銷 不過現在再澄清 今次度假是不用錢的 利益衝突和操手專員辦公室發言人 布里斯·布亞昨天表示 不能透露總理辦公室提供了哪些有關今次度假的訊息 因為利益衝突規則規定了隱私要求 操手辦公室的職責只是確保專守法律和法規中的禮物條款 法例中有一項例外規定 就是允許公職人員接受親屬或朋友 贈送的禮物或其他好處 任何這類禮物都無需公開披露 不過去年的報道稱 讀魯多一家分居前 最後一次在阿邁加新年旅行期間 他們住在彼得格林擁有的一座豪華莊園 當時總理辦公室 拒絕透露 讀魯多是否自己支付住宿費用 而2016年聖誕之後 讀魯多前往阿加漢 在巴赫馬的私人小島 因違反利益衝突規則 而被處以違反職業道德的處罰 因為前操守專員杜森裁定 這項規則是禁止總理接受可能被視為 試圖影響政府事務的禮物或好處 杜森得出結論 接受朋友禮物的例外情況不適用於此案 杜魯多和他父親的朋友阿家漢 在他當選自由黨領之前的30年 幾乎沒有任何接觸 RD Uptown總裁Helen Chin Krischer 我們擁有安省之大的華人營業團隊 RD Uptown是你的首選 當時出現一個臭男人 他的臭不是我們平時罵人渣男的臭 而是選擇女性在洗手間遇刺時 在旁邊另一個設隔 沿著地面滲入女受學人用的設隔 再性侵和搶劫 女事主當時都在去洗手間 男人選擇在此時犯案 還不是臭男人? 上月30日 一個女人在多倫多市中心 Spridina及Queen Street West 一間餐館洗手間的刺隔 如此時 一個男人就從旁邊另一個刺隔底部 沿著地面滲入女事主的刺隔 並阻止她離開 期間男人性侵犯女事主 而女事主曾試圖用手機打電話求救 但手機亦被對方搶去 男人其後搶去女事主身上現金和財物後離去 沒多久 餐館職員發現事件 並將刺隔門踢開 救出女事主 而男人逃離餐館後 沒多久 就被接報趕到的警員追上 將男人逮捕 多人多次42歲男子奧利哈 現在被控2項非法禁錮 2項搶劫 2項違反保釋令 1項襲擊 1項性侵等罪名 原來她已經不是第一次犯案 她亦被指 涉嫌在上月11日 在Blaw Street West 及Clinton Street附近一間商店發生的事件有關 當日 一個男人在接近山門的時段 走入一間商店要求服務 而她多次以不同的藉口 誘騙一個女人進入洗手間 當這個女人試圖離開商店時 就遭到襲擊 然後男人就將門鎖上 並且關燈 但受害人不斷尖叫 最後成功逃脫 警方現在發布奧利哈照片 因為他們擔心可能還有其他受害人 聯邦政府在新冠疫情期間 提供特別福利 被有心人利用詐騙 而被騙的不單是加拿大政府 還有美國政府 兩個多人多死的男人 因為涉嫌從美國政府那裡 竊取超過200萬美金 目前正面臨起訴 去年2月 45歲的安巴利和拉瓦爾分別被捕 安巴利在德國法蘭克福 被美國聯邦調查局逮捕 當時她正計劃途經法蘭克福 回到多人多 而拉瓦爾就被多人多警方逮捕 兩個人被捕時 他們雖然都住在多倫多市 但同時也擁有尼日利亞公民身份 據美國總檢察官辦公室指出 這兩個男人使用數以萬個被盜用的美國人身份 再提交超過1,700份 疫情失業救濟金的申請 從而騙取政府的金錢 另外被告也使用了13個Google帳戶 4個域名和800個不同的電郵地址 向25個不同的美國州政府 提交了大約900份申請 而這些申請總金額達到2,500萬美金 被告便成功獲得其中240萬美金 12月18日 被引導到美國安巴里 承認電信詐騙和盜用身份罪名 她承認在2020年3月至2021年12月期間 親自提交了最少620份失業救濟金的申請 獲支付超過100萬美金 作為認罪協議的一部分 她同意償還103萬美金 她將於3月14日被判刑 當地檢察官將會建議將她判囚5年 而是多倫多被捕的拉瓦爾 目前正等待被引導到美國受審 多倫多市今晚最低氣溫是零下攝氏八度 明天最高氣溫是攝氏一度 大多倫多地區明天的普通無原氣候價格會升三仙 每公升145.9仙 黎智英案今天在高院續審 黎智英其一控罪 涉嫌串謀松江團隊 登制裁文宣廣告 控方案情指 同案被告陳梓華 經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介紹 認識黎智英助手Mark Simon 黎智英與之500萬元登報廣告費 其後在台灣御所和同案 領涉12港人案的黎智軒 攬炒巴劉祖敵會面 港術其支爆計劃 民主黨何俊仁 黎智英也出席該會面 控方開案陳詞 描述黎智英為主腦和金主 有最高指揮權 陳梓華在7月首次和黎智英 黎智英和黎智英會面 黎叫陳梓華請勇武派 改為教和平手段 以爭取國際支持 陳梓華以黎智英中間人的身份 接觸G20群組內的李宇軒 同年8月李宇軒攬炒巴劉祖敵 和其他人成立重江團隊 李宇軒擔任對外的核心成員 按黎智英經陳梓華轉達的指令行事 2020年1月 Mark Simon按黎智英的指示 安排陳梓華到台灣 陳梓華和黎智英、劉祖敵 一臨勝的示威者 在黎於陽明山的御所會面 黎智英匯報他的支爆計劃 透過國際游泳工作 推動外國政府制裁中港 帶來政治和經濟混亂 目標是推翻中共 會面持續到晚上 國人和何俊仁、李永達共進晚餐 為推進全謀協議 和在黎智英的進一步指示下 陳梓華、李宇軒、劉祖敵和其他人 繼續和外國政治人物接觸 以不同的戰線命名 包括英國線、美國線、日本線 各戰線主要工作 是遊說各國制裁中共和香港 而事件中 牽涉到的人 有前財政司長陳方安生 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明 時任立法會議員的郭榮鏗和莫乃江 控方指黎智英被捕後 仍繼續指揮《蘋果日報》運作 警方檢取楊清奇的電話 發現有一個名為 《國安法應變委員會》的群組 成員包括6名被捕高層畫主筆 和未被起訴的張志偉 和《蘋果》副總編輯蔡美雄 其中部分人其後相應被捕 林文中將他們移除 在《國安法》實施後的 2020年7月1日 至停刊前的2021年6月24日 發佈了85則煽動刊物 其中31則刊物尋求愛國制裁 黎智英指示將部分刊物翻譯成英文 以請求英美、歐盟、加拿大、德國、台灣等地區介入 他亦稱讚文章 例如有種回歷標自刷心臟 繼續打壓香港 還是以身報國等 《國安法》實施後 黎智英持續在Twitter發帖 例如就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 形容它為A Briefman 回應Hashtag Stand with Hong Kong 控方又指黎智英 自2020年12月起還押 期間張劍雄、羅惟光、鳳惟光、陳佩文 和張志偉均有探訪 即使黎智英被捕 蘋果仍繼續發佈 具煽動和勾結性質的可物 2021年6月19日發佈的 黎智英獄中傳話 Don't be a free 反映黎智英繼續指揮蘋果的運作 提醒一下近期匯返香港的人 香港衛生防護中心今天表示 近日監測流感指標均6得上升 其中公立醫院的入院率 已較基線水平高 預料下週會進入流感高峰期 新冠病毒活躍度也明顯上升 中心觀察到變異株JN.1 於本地個案比例正逐步上升 預料將取代XBB 成為香港的主流病毒株 衛生防護中心建議市民 應盡快接種流感疫苗和新冠加強劑 又呼籲前往人多劑壁 或者通風較差的地方 身體不適 或者前往高風險地點的時候 要戴口罩 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 張竹君表示 近日流感病毒的實驗室監測數字 已接近基線水平 而定點監測數據 和急症室求診率也有上升 預料即將帶入流感高峰期 當中以甲型H3流感病毒為主 新冠方面 張竹君表示 近日污水監測 和人類感染個案數字均有上升 嚴重滑死亡個案數字趨勢平穩 變異株JM.1所佔比率正常升 佔近60%的本地感染個案 而在全球佔感染個案的比例 就升到27% 他說西惠子JM.1 有較強的增長優勢 但未有證據顯示 會為公共衛生 帶來額外的風險 而XBB的疫苗 對JM.1也有交叉保護力 兩位兩位在這邊 成績好像20時會有點失望 其實現在這個成績對於我們來說 已經是起出望外 我們沒想過這麼驚喜 所以你說20時的話 我們當然期望會有 所以已經準備好了福利 但是這些都是盡人事聽天明 希望成績會越來越好 但也沒有特別有甚麼要求 你們想問我這幾天的假期做些甚麼 怎樣去過 她的假期這幾天過得很精彩 我聽她說 好像很驚險 很驚險 因為話說那天我要去蘇州去武漢 應該是跟大隊車去到黃省再轉高鐵 但是那天太大霧了 車上不到高速公路 因為大隊要趕著走 我就唯有把我自己一個在內地的公路口 然後我那一刻真的呆了 你們真的放下我現在 那我怎樣 有沒有想過被人吃過 沒有 因為我真的很趕 因為大家都真的有自己的行程 我剛好去自己去武漢做事 那一刻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我打電話給那個經理人 我說你救我 他要身在香港 因為那晚一定要飛到武漢做事 因為霜營掉底很糟糕 但是就… 沒得到 最後沒有 我們很幸運 譬如我在蘇州那間… 蘇州北的幾乎車站 先上車去南京 去南京那一程 再想南京再去哪裡 最後就變成蘇州去南京 南京去合肥 合肥去黃山北 然後再轉回武漢 就是… 真的有點誇張 對… 幾小時後 好啊 超神